朋友们好啊 2020年的1月4号 我们 继续说国事 我们昨天说到呢 毛主席下了井冈山了 那么呢 车队沿着翠岗行驶 走到了拿山 江西贡大井冈山分校 就在马路边上 那么前倒车失忆慢行 然后呢 毛主席对这个学校非常感兴趣 他知道江西有过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关于这个共产主义劳动江西共大的事情 这个在 后来的岁月里 70年代的时候 曾经 这个 引发过一场斗争 以江西贡大为原型 在1975年的时候 拍过一部电影 叫《绝列》 郭振青老先生演的 他供应的时候 大约是在75年年底 76年年初 结果他可能是中国 现当代史上 说明最短的电影 差不多 随着毛主席的去世 没几个月 这部电影就成了 重视之地 遭到了彻底的批判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 这个学校怎么回事呢 怎么的呢 这个学校 这个包括很多主创人员 后来这个金鱼都非常之惨 导演呢 包括主要演员 尽管面对着这样的政治压力 你像郭振青老先生 有点刚之不悟 他一直到晚年的时候 一直到去世之前 200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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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去世之前的时候 然后他还公开的表示 他公开的表示什么 说这个 决烈是他表演的高峰 演龙郭正 就里面那个校长 演龙郭正这个角色 是经过生活体验的 他说他自己采访过很多 大学生变质的这个实力的 他对决烈做过这样的评述 郭振青 他说我一生 两部戏看得很重 一个是平原游击队 李向阳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决烈 他说像贡大这样的办学精神 是永恒的 贡大这样的农业学校 为广大农民子弟 学习文化知识 提供了条件 是十分实际的 这样的学校 今后还应该办下去 这就是 我们这一个老演员 对于这个 办共大这样的学校 都有如此深刻的认知 和这种坚守 那么毛主席呢 当年知道江西共大的事 汪东兴那个时候 下方锻炼到江西做副省长 后来把江西共大的一些材料 给毛主席提供过去 毛主席为这个事情 曾经专门给这个江西共大 写过一封信 1961年的时候 1961年7月份的时候 这个 汪东兴曾经 不仅把这个材料提供给毛主席 就毛主席写这封信的前提 背景是汪东兴 把共大的材料提供给他 同时的汪东兴还向毛主席 做了一次 专门的汇报 汇报了共大这个学校的这个管理 学生培养的这个目标方向呢 然后呢 这个学校办学生有哪些特色 有哪些这个自己独特的方法 等等等等 怎么招生 生源从哪来 毕业之后的去向 他们又到何处去 然后他们所学和未来的所用 理论和实践 怎么样相对达成的那样的统一 使这个学校呢 成为了农民们愿意上的 趋之若鹜的 毕业之后呢 当地农村 社会又急需 又十分需要的 这样的有用的人才 等等这些东西跟毛主席做了汇报 那么毛主席呢 听了共大 听到说共大发展这么快 然后呢 又逐步的完善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毛主席说办得好 看来我三十年前想办的事 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 办教育 这是一个事业 是一件大事 搞瘦主意 建设没有文化 不讲科学 不培养人才是不行的 尤其他听说 共大师是从建校之初的时候 自己动手 自己这个盖房子 自己解决 这个这个这个 能解决的一切的问题 不等不靠 资历更生 艰苦奋斗这些事 毛主席就更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感到欢喜和满意 那借着这个毛主席的这个性质 王主席就说了 衰有 那这个这个 过一段时间就是这个 共大的这个建校三周年 能不能呢 请毛主席写几个字 鼓励鼓励 毛主席说好 这是个大事 我写几个字 我祝贺祝贺 五八年 五八年建立了这样的学校 到六一年 三周年 后来的毛主席呢 就 兑现了他的承诺 就给 共大 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毛主席这么写的 你们的事业 我是完全赞成的 半工半读 勤工俭学 不要国家一文钱 小学 中学 大学都有 分散在全省的各个山头 少数在平地 这样的学校 确实很好的 在校的经年居多 也有一部分中青年干部 我希望不但在江西 有这样的学校 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 各省应派有能力 有见识的负责同志 到江西来考察 吸取经验 回去试办 初识学生一少 逐渐增多 至江西这样 有五万人之多 这就是 毛主席 当年 这个给江西 共大写的这封信 同志们 开头写的就是 同志们 其次 方才我读的是第一段 然后呢 毛主席接着写 再则 党 政 民 包括工卿 副机关 也要办学校 办公办学 不过从江西 这一类的办公办学不同 江西的工 是农业 林业 牧业 这一类的工 学 是农林牧 这一类的学 而党政民机关的工 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 学是文化科学 实事 马列主义理论 这样一些的学 所以两者是不同的 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 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 办了六七年了 毛主席是中央警卫团 办的学校的名义校长 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 进小学 然后进中学 然后进大学 一九六零年 他们已经 已进大学部门了 他们很高兴 写了一封信给我 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 另一个是去年办起的 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 同样是办公办督 工是机关的工 无非是机要人员 生活服务人员 招待人员 医务人员 保卫人员 及其他人员 警卫团是军队 他们有警务 警卫的职务 即是站岗放哨 这是他们的工 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 这些与文字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 江西共产旅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 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 这是一件大事 因此为咱们写了如上的话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号 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叫730指示 这个730指示 后来呢 这个指示就传播的范围就大了 国务院的专栏在国务院各部委 都都都都开始推 都开始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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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实践 去落实 那么不仅呢 毛主席对江西共大 有这样的这个评价 有这样的评价和支持 那么 江西共大的整个的这个办学方针 和办学实践 当时不仅在国内 甚至在国外 甚至在国外 都得到了这个这个这个 相当的这个认可 和评价 尤其是在办学思想 办学理念 以及在办学的过程中 体现出来的那种探索 那种精神 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共大 曾经有86个国家地区的 549批外国朋友 共计7000多人 到共大这个学校来访问 来考察 美国有个学者叫苏珊佩 在考察共大的时候说 共大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富有创造性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学 世界不少国家 对于江西共大半工半读的经验比较欣赏 觉得很有参考价值 他和另外一位澳大利亚的学者 约翰克莱威利两个人合作 还写出了对江西共大研究的 这样的专著 说流传于世 我是没看过 不知道哪位朋友看过 所以呢 就是甚至有专家说 教育专家说 江西共大是一块独特 人文历史价值的笑牌 就是这个牌子 独特的人文历史价值 意义非凡 意义非凡 对于后来把这个牌子给废了 把这个江西共大 被所谓的后来的 这些叛徒们认为很土 说这个大学的名字都很土 把这个笑牌就给丢了 给废了 那么呢 这位教育专家说 这怎么评价 这个这件事 他说是 无不愚蠢 他说这些人无不愚蠢 这个江西共大呢 就是大家去看决裂啊 这个决裂这部电影呢 有那个时代的一些政治的色彩 但是 他所表现的 那个 那个时代 那个背景 那种 这个脱胎于旧社会不久 十年十多年之后的 社会主义的这块新的社会里面 诞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教育事物 哇 他是先进的 他的理念是超前的 他的在江西等地的这个十多年的实践 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你尤其跟中国教育产业化以来 包括凯开以后 中国的这个教育 这种英式教育 啊 以及培养出来的这些个人 以及社会的对接 以及 包括今天中国的教育问题 包括等等这些东西 你要做一下比较的话 我相信 啊 大家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而这个结论更多的 绝对不是把这个绝对这部电影 打入他们十八层第一 视之为什么大毒草 而恰恰相反 他确实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尝试 做了相当宝贵的这个实践 他们的经验和原则 应该可以说是永存的 是永存的 教育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办教育 我们应该把这个教育的对象 就是说大学的门应该向谁开 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要培养精神贵族 这个成为自己阶级的叛徒 就像那个老妈妈的儿子一样 上了大学之后 连他妈给他做的不邪的都不要不穿 还是要培养真正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有文化的能够踏踏实实陈切去的这样的国家建设的 动量制裁 这个社会的建设者和劳动者 希望能够听到朋友们你们的见解 这个对于这件事呢 就是这个江西共大的这个事情啊 有过这个马上老师呢 在这个 江西 采访过当初的这个江西共大景岸山分校第一批留校的一个学生 这位学生呢 曾经跟马上老师有过这样的一段口述 他说什么呢 他说1965年啊 江西共大景岸山分校在校的学生有两千多人 规模不算小 那时候你想景岸山分校啊 就一个这样一个学生 一个分校就有两千多人 江西各江西共大的各个分校都半工半读 不要一分钱学杂费 连伙食费都是学生平时所得 景岸山分校有农业基础系 师凡系 农业机械系和果木系 畜木系 嗯 都是基层特别是农村集须的专业 学生呢 来自四门八方 有农村的有城市 包括上海的学生 有些是没有考上大学的英届高中毕业生 有的是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 虽然参差不齐 到校后很快 根据基础分专业 大家都处得很好 学的也很起劲 学生第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参加劳动 第二年是三分之一时间参加劳动 第三年是四分之一的时间 那么劳动呢 主要是针对所学的问题进行实践 这样很快学用结合 效果不错 国家和学生家长都花很少的钱 但学生们学了很多实用的知识 受到了基层的普遍的欢迎 他说他们姐妹两个都是景刚山分校的这个学生 然后学校全部包分配 当时都供不应求 然后他就在2005年的时候跟马适选老师说 真盼望我们今天的学校也能像那样 不花或少花学费 毕业生都能安排 对口的工作 听说2021年是2020 2021年吧 说中国有一千万的大学毕业生 听说就业好像是挺难的一件事 听说为什么很多中国大学生 都读研究生呢 就是因为找不着工作 所以就把这个找工作这个压力往后推几年 我离开国内久了 真都是这些情况吗 听说很多学校这个在招生的时候都有一条 说本学校学生的就业率有多少 说为了达到一个学校要求的这样的就业率的指标 各学院各个系的辅导员 八千过海各显其能 谁拿了一张纸上盖一公章说接收函 那么都要给奖励还是要干嘛 不管你最后这个东西真的假的 等等等等 今天的中国呢 大学生已经满地都是白菜一样 那么今天的大学生含金量到底几何呢 他们到底学到了多少有用的东西 他们真是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的人才吗 现在的高考就学历入学历听说都已经达到90%多了 新美国上大学那年仅仅是百分之十几 中国的这个大学录取率 老一辈的理想都实现中国遍地大学生 希望大家都能学到点真本事和真东西 而不是图有虚名啊 这是这个关于这个 这个学校啊 学生的这个这个这个回忆 毛主席当时下了山从而过去的时候 他就路过那路边 那个路边就有拿山中学 就现在叫拿山中学 就是当年江西贡大井冈山分校的那个原址 那后来改开了以后呢 就把这学校就不叫贡大井冈山分校了 就改名叫拿山农业学校 后来又改成井冈山的拿山中学 就叫路边是吧 然后毛主席甚至下来了 他看着那校舍 他看了一会儿看了一会儿 我也去看 嗯 那个拿山中学就当年的 江南分校老房子现在 那我去十多年去的时候 仅存两栋了好像 那是当年啊 这个贡大的师生们 用柴草烧成的青砖盖起来的 嗯 我在那我也是有点五股不分四肢不勤 我在那儿跟聊的时候才知道啊 用煤烧成的那个砖是红砖 用煤烧成的 如果用那个柴草烧成的那个砖就是青砖 啊 青砖红砖 啊 这个都是泥土 为什么有的青有红啊 啊 是燃料不一样 哈哈哈哈 啊 嗯 几个按照微笑三层楼的这个校舍 那我当时去的时候呢 还在 还在 嗯 毛主席当时就在路边看着这个楼 说不要钱读大学 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那么按照毛主席这说法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早都没了 是不是 哈哈 都成了一座大山了 是不是啊 嗯 那么接下来啊 接下来这个车队继续前行 然后呢 就 经过这个泰河 然后呢 到了吉安 下午呢 毛主席就 入住了吉安的招待所 也就是今天的 吉安宾馆 我那天到的时候 我也是在那吉安宾馆住 嗯 嗯 毛主席呢 就是哎 到了吉安算是故地重游啊 是不是啊 当年啊 这个江西初区啊 曾经有过打吉安的历史 刘俊秀 江西的副省长 呃 副书记 跟毛主席说 主席当年十万工农下吉安 毛主席诗词里不写 是不是啊 哈哈 嗯 十万工农下吉安 打下了吉安城 嗯 然后那个 这个 这个说当时这个局面很大啊 打得很大 红了一大片 啊 红了一大片 王周超当时一说 王周超说 我当年 我当年就在 就吃一队员 我还跟着去打了这个吉安呢 嗯 那么 嗯 毛主席说呀 毛主席接汤的话 毛主席说 十万工农下吉安 确实振奋人心 嗯 毛主席问他 说你们知道下山的途中 我在想什么吗 嗯 毛主席说 毛主席自问自答 毛主席说 我想到1929年 一月 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 在江西大禹 和敌人遭遇 打了第一仗 队伍就被打散了 哈哈 下山打第一仗 队伍就被打散了 说朱德呢 朱德的妻子五若兰 被敌人抓住了 然后宁死不屈 头被砍下来 挂在了赣州的城门上 嗯 直到大百地 打了一个伏击战 才转危为安 如果当年 一箭失败 马放南京山 就不可能有 九打吉安的兴奋 更不会夺取全国的胜利 嗯 你们这次陪我 重上井冈山 要看到革命的道路 还很长 嗯 不是几个小时 说下山 就到吉安的 不要光想 红一片兴奋的事 成功的事 以后 可能还会有失败 革命 总不会是一帆风顺 不过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这句话应该是颠不破的真理 这是毛主席下山的途中的感言 嗯 啊 那么呢 老主席 应该说到此 到了吉安 就 把自己 崇尚井冈山 啊 画上了 一个句号 啊 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么 大家 把毛主席啊 这个 送到了专列上 一路送到了专列上 嗯 毛主席要启程了 毛主席 要去 应该去 下一站去杭州了 嗯 那么 陪了他这么多天的 当地的这些干部们 啊 包括司机 给毛主席开车的司机们 啊 在这些天里 跟毛主席呢 真是 出出感情了 大家 跟毛主席 都依依不舍呀 啊 依依不舍 嗯 嗯 哎呀 毛主席 目送着 江西本地的干部们 啊 然后呢 这个 用王卓超的回忆话说 啊 说当时 他感觉到毛主席 送他们的那个目光 啊 就像在延安的时候 在杨家 杨家岭那时候一样 深邃如海 又慈祥 如佛 嗯 他们感觉到啊 毛主席包括跟他们谈的 下山的感言 包括毛主席在山上的时候 这么多天里来啊 边回忆 啊 边感慨 对他们做的一番又一番的 教导啊 那是毛主席既希望于有更多的人 能够理解他 能够理解 1965年的毛主席 能够理解 开始思考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如何才能够 继续下去 如果遇到了障碍 阻拦 破坏 如果问题出在共产党的内部 那么 去怎么样完成自己既定的革命目标 怎么样不忘初心 把自己的 这个党的使命 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 毛主席是多么希望 大家都能理解他 毛主席是多么希望 甚至一年以后 毛主席更希望大家能够 都更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 更能够理解他 毛主席多么希望 当初跟他革命的这些个人们 这些个革命者们 都能够像他一样的 永保革命初衷 舍小我 求大我 为了革命 割舍一己之私 然后在继续革命的这样的熔炉里面 淬炼自己的革命意志 让自己的信仰一发的坚定 然后这个 就像大革命时代一样 奋不顾身 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继续推向前进 毛主席多么希望 事实上是如此 事实如此 那么呢 今天的时间短一点 这小节我们刚刚讲完 明天呢 或者最多有个两天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也最多还有两天 两三天吧 我们这本书就讲完了 我们就读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继续的讲 这个 毛毛大病 发动之前的 酝酿期的 这个 过失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 今天新的歌 着实是有些累了 累得我眼皮都有一些 抬不起来了 只是因为是说毛主席 所以我还能坚持下来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